选边环节 所以就整理过得还是比较快的 今天还剩下两局比赛 一局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来自A组的ETG 对阵上方FunPlus 然后蓝色方方 方ês对阵上方的ETG 然后最后一场的话 是由JDG 对阵上WuGaming 也是今天 两个都有拿到分的队伍 就看谁能够拿到两分嘛 下一局 然后这一局 如果说ETG赢下的话 也是拿到两分 阿卡丽 这感觉帮阿卡丽不如先把武器搬了 怎么样 武器感觉这把要搬 是啊 但是是翻不拉斯搬 或者翻不拉斯如果拿了的话 那ETG有可能掏一手刀妹出来打 而小张 我感觉他是应该不会怕你去拿这种英雄 可以 小张我感觉他是很喜欢刚的那种选手 那肯定 128其实是相对来讲 他是有一点点团队属性在的 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点 就是因为所以我前面只是说一点点 他跟小张的区别在于那一点点的团队属性 okokok懂你意思了 小张是可以全程自己打 但是128有的时候还要参一参团 看拿什么英雄 武器自己搬了 一定自己搬的武器先抢剑机 那小张玩什么呢 青鲲影呗 青鲲影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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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灵魂拷问 是吧 上路玩个 剪刀妹自己玩 格温呗 对 那 但前期也不太舒服呀 怎么看 前期是不舒服 打到后期反正能跟你打吗 打团比间接厉厉害呀 那倒是 对吧 对吧 格温炸弹人 这么喜欢炸弹人 那炸弹人 经久不摔呀 这感觉有很多其他的可以拿 拿了 放plus这把可以玩卡莎了呀 放plus这把小卡莎一拿 给你整个小牛筒 这局可惜 对于放plus来讲 没有剩可以玩 卡莎加女龙也可以呀 我感觉这把 对面有格温的话 选九筒其实没那么好 直接换 放拉克斯吗 拉克斯 格温也没那么怕这英雄 在选拉克斯的用意是什么呢 应该是要打拳头配合 那样的话 其他位置要选硬空 就是这一手位 因为拉克斯的强度 就他跟其他的英雄比 我觉得他的强度在于 拳头支援 但是一定要有 足够长时间的硬空 他才能拿出来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就位置拿这个上野的 主动性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他的大招 在中期的时候 一旦打到了伤害 还是比较可观的 杰斯 杰斯 今天的首度登场 前面一直是 处在班位上的英雄 没啥问题 没问题 二轮班人 辅助两边应该都要去搬一下了 搬牛筒 主要方普拉斯这个阵容 确实第三手 也没啥直接选球筒 狗熊 卫不选的话 后面没了更恐怖 对 搬狗熊 下一班 感觉可以接着搬辅助 老牛怎么样 搬牛不如搬太坦 我感觉 太坦控制还是有点延迟的 是的 还是搬落吧 今天其实 主旋律还是洛加上这个 洛加酒桶 酒桶啊 嗯 双辅助全给你搬了 但是老牛今天也拿了一把 那EDG我觉得自己这把可以玩牛啊 没问题吧 可以啊 红色方自己一会第四选选个牛 那这样的方普拉斯 这一局的辅助 只剩加利奥了 哎 以前是玩过的哦 EDG这个有羁绊在的 但这把这样拿肯定是不行的 你炸的人家杰斯分路都选对吧 主要是这样要让格温去打野 嗯 或者杰斯打野格温中担 对 就其实我感觉怎么分线都不好 刚才那两种 加利奥加利奥 对还是正常一点正常一点 方普拉斯留了一头牛 有没有可能方普拉斯也给你整个什么活女 我就但是他们选加利奥谁带加利奥进场 打反手吗 你这看你看未进来 如果纯打反手的话 这个阵容我感觉会被对面那种有剑机的阵容给溜 因为对面是有剑机的 他如果是那种正常打团的 你没有先手是可以的 但对面有一个剑机 就对面可以不开人 是有可能的 然后他还可以用开人来牵制你 对 那样的话其实选加利奥纯打反手的话 就会失去反手的意义 嗯 真选了 这阵容选的 说我有点 这一次艾杯这几场比赛的这个阵容选择啊 我觉得大家都在玩一些很新的东西 这把是最新的东西 对 都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真的 炸弹人加利奥中路配了个亚索 这把能给亚索击飞的其实有哎你还别说 杰斯是吧 炸弹人的定点爆破 杰斯的这个雷霆一击啊 还有加利奥的大 这都能配合一下击飞 哇好多击飞 没问题吧 是不是 你要这么一想的话四击飞这一小局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但其实击不击飞我觉得对于这把的亚索来讲没那么重要 主要的是亚索这一把前妻别死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是有出现有用的亚索和没用的亚索两种 就是不知道 我们要分类吗 讲究分类 所以要看一下这一把分到哪一类去 可以 主要是杰斯还走到了打野的位置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想的是 小游其实用杰斯用的蛮多的 对 所以这个杰斯走中 然后打野再配一个那种能够代价料的英雄 可能这个阵容就还看起来挺不错的 或者他打野选一个牛 因为他们是先手选人二轮 但是也没有 他们先手选了加利奥 嗯 有点 不好说 这阵容有点不好说 真有点不好说 对我觉得不好说 但你看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来讲 我觉得方plus这把的阵容更加完整一点 讲道理 你随便拿哪一局的阵容 都相比之下又更完整一点 但是我是相信老白的 哦 对吧 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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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老白的实力是有的 所以我们先不质疑 小游上来就打 这么凶 就是万一很有效果呢 这阵容 因为我们是没见过嘛 所以 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给大家找找见识 尝尝先 想想这个压锁选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拉斯大招打控制啊 其实打控制还行 再一个就是小游自己自信想玩嘛 吃吃鬼技能嘛 也不好挡 这里是把Sky压回去先吃果子了 对前期对线是好对的 对 这把是不灭压锁啊 我才发现 肉锁 嗯 也不一定非要出纯肉吧 对 就是坦度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打控制了呗 对吧 其实这把等于说打控制了 我们从他带的符文选择上 基本就是看出他这一把整体的思路啊 说说你可能不信 我之前真的碰到过纯肉的压锁 评价是没用 就我自己打的时候 碰到过纯肉的压锁 在手游里 我只能说 不要先质疑 你要先相信 嗯 你要先相信 对没事 所以我是相信的 他这一把一定不会出纯肉的 中路超过来帮着清线 浪鬼也来了 清完线之后 去点了这个视野果实 啊 一看 一看 好吗 没有没有眼啊 好吗 但是有眼那种特别深入的眼 没法排 对 浪鬼在等待一头有猿牛 但是他没来 我肯定不来啊 牛就奔着视野果实去了 耶 这隔着墙干嘛 他们离得很近 但是 但是星斗就在旁边 清风也在旁边 清风在旁边帮着星斗打一下和线 嗯 一个加强炮啊 打是打到了 哎呦 可以 128这个都挺稀的 刚才 嗯 他后续这个新眼刀是 后面的伤还没有挡好啊 因为被小张走开了 对 土龙 这把两边倒是都还挺肉的 拿土龙效果不错 挺一下 成绩对于是消耗一下 两边辅助 消耗为主吧 嗯 拿人头 有点天方一谈了 对 这把这个阵容 前期想直接拿人头确实有点困难 你想右边是一个格温加炸的人 这种比较偏发育的阵容 而且亚索这把带的是个不灭 对他来讲 基本上是主打一手控制啊 嗯 实现 三分半 我们帮着队友把线推过来 要不要就往下转一下 嗯 而且 EDG其实是一个双poke的阵容 对 但是这个双poke阵容呢 配了个压锁 这也没问题 你想压锁把这个对面人直接吹起来 然后双poke直接把这个技能灌上去 对吧 你想的是挺完美的团战啊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伤害就灌得很足 对吧 你说这样的话 我说我双poke的这个体系是不是完美发挥出来 双poke最怕的是什么 一是最怕强开 二是怕这个技能打不中人 嗯 对吧 那你强开这个你是控制不了的 你又控制不了对面不来开你 控制自己的手打中人 你只能控制自己 把自己的命 技能命中率往上提高一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把这种选起来是有这个说法的 哇 说的头头是道 差点都信了 太神奇了 这把好好看一看 等会看一看中期的时候怎么发力这个阵容 在就是没有缺乏开团的情况之下如何发力 你要相信游牧创 啊我以为你要说相信老白 我觉得老白在教练再怎么样也是基于选手为中心嘛 嗯 对吧 选手说我这把我想玩这个我能玩好 那教练说OK 但是我也没有见过游牧创玩这个 压锁 先来了看看这里 小风一吹 直接撤退 OK 河蟹也让了 小龙是不是也得让啊 这小龙那先锋得拿吧 这小龙得拿一个吧 小龙低时间没占坑啊 星斗这边先占坑了 浪鬼来 浪鬼也马了 没事没事 是 这里马了没关系 回头再看一下 刷了一波输出 雪鬼和亚索都在下路 那这个时间点嘛 五分半了快要 又来了 又来了 这里感觉要打了 拉克斯给大 但伤害好像不太够 哎反倒是超 有点危险 是跳过来 青红石楼被逞了一下 走 那要不直接动 是确实可以直接动 都已经打到半血了几个人 但还是顶着这个蓝方的 阁蟹气 打掉了打掉了 而且可以看到 魏直接去了 魏已经在先锋这了 换了 也没啥问题 对吧 这里其实上去试探一下 不行再换了 有这个试探的机会 几百小组先锋 OP选手给到的是浪鬼 对不对 有300多精力差 前期没有人头都爆发 这样的话 这把打下来 我感觉啊 这又是20分钟局啊 有没有可能 差不多 但也有可能是这种戛然而止的 因为我感觉这个阵容 觉得一波团直接结束了 就两边都是那种 如果没打好的话 很有可能一波结束 看这个狭舞先锋怎么用吧 就狭舞先锋前期的塔推的多一点的话 有可能是有机会一波结束的 或者直接把中塔破了 对 但有点难啊 有炸弹人 对面 想直接利用一个狭舞先锋 就把塔推了 除非出现 对面出现失误 而且被 翻不拉在这边抓到了 对 这种狭舞 开的非常果断 空吃了一个满伤害 但是弹跳炸弹没吃到 这弹跳炸弹吃到直接死 但是卫还是借着这个瑕谷啊 把这个下路一塔给拔了 而且 撞不了第二头 小游这个位置应该能守这个瑕谷 哎 这感觉 小游说 这守不了了 守不了了 撞第二头了呀 小游说 给我的阵子有点难哪 这撞第二头了呀 血亏 血亏 而且刚刚中路想宰拉克斯也没宰掉 是的 中路又想来 浪鬼 找的是浪鬼 浪鬼这总走不了了吧 好像交了 是的 这确实不可能给他走了呀 难以置信 七分多钟 快八分钟交局的是一个医学 打得都很谨慎啊 嗯 这是一局定生负这种 大家一定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来回顾一下啊 他先先用了冲拳 然后牛是一波顶加闪 主要是刚开门用了 用了闪 对 这里是走不掉 走不掉 被老牛盯住了 找到这种机会确实是走不掉的 也没办法 这镜头一切回来 这小张怎么把大爷叫了呀 最后一段用来清兵了 刚才应该是想 剑机刚给压力了 对 给剑机回点压力啊 刚才 暴团入侵 团是暴了 但是现在给压力的话 一定要技能命中率高一点 但是他们现在杰斯伤害还不太够 哎呦杰斯好像还被发现了 直接顶起来 大招一爆 伤害灌起来 杰斯交闪 差点死了 哎 但是浪鬼再次被对方三个人盯上 一起秒了 咱们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怎么说 我们一开始的质疑是没错 我感觉这个阵容没有说法呀 就 直接怪物装挑战 浑身散发这种不厉害的气氛 闪现走 确实啊 他打下来之后节节败退啊 哎 不好说 小张来了 二的大招空了 还有三段 三段打到了 击飞这不上吗 这上不了啊 确实 没有人有留人能力 这确实上不了啊 这波上了感觉自己要交代 我就是看的着急的就是 你很难看到一个阵容 完全没有留人能力 SKY 直接交技能走 二技能一开 就无法选中 对面也拿他没办法 这咋整啊 感觉阵容现在打到10分钟左右 没什么说法了呀 嗯 三条小龙还是有点说法 现在有三分之一条 那这个还得看情况呀 三条小龙不是说来就来的呀 经济上也稍微有点差距 对 现在 星斗和SKY都很肥 但另外一地边的话 只有Alone发育的还可以 剩下的小庄和小游发育都有点差 Buff吃走 中路接的清线 这些打肯定是现在打不了啊 都想拔对面中塔 都没机会啊 看这个小龙吧 这个小龙感觉是要打的 龙充之前先做视野 超把这个视野排了 青斗骑又是先占位置的这一方 但是上一波团就感觉到 先占位置未必有优势啊 嗯 一地记打后手还蛮厉害的 来 追着你走 SKY在侧翼 薛鬼要从侧翼进场 但是被小张发现了 两边都在抢中 都在抢这个河道的位置 看一下剑基的走向 剑基一个人先溜了 去推中 处理一下兵线 剑基这波随时可以来啊 但这个Poke打到身上 不是很痛啊 薛鬼 忍不住了 选择率先进场 但这个时间点 佳辽从天而降 打了一波比较好的防守 下锁接大 下锁也冲进去 但是未也先倒了 哎呀 超这个位置 已要被留 小张 满血 开了一个立场 往前拉 还在等 但是想的是 捡了一个超 不划算啊 点了果子下来 先把小龙拿了吧 对于一地记来讲 如果就小龙拿到手还可以 非常完美的进场 二度进场 这一波浪鬼 立大功 而且侧翼 空被开到了 之后 小尤闪现跟上 两刀砍死啊 纠集之完美的杜朗护盾 瞬间三个人全都被拉到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只能说这一波的配合 嗯 展现出了 只有这一波就开了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就是 应该算是上线的强度 有说法的 对 有点说法 有点说法 两条龙了 难道说真的有一个三龙的板子今天 闪现过来想给技能 阿老奥被决定了一下 稍微有点着急 因为这个时间点削鬼的闪现场还不厉害 他就算技能打满了 这一下伤害也秒不了对面炸弹人的感觉 何况也是刚闪现过去的瞬间就被炸弹人给炸了一下 哇 他这波过于关键 闪现杜朗护盾一朝朝三个 回头一拉 然后还满美地空到了一手空 能杀的全杀了这一波 然后小龙也拿到 再缓一波 现在经济打回来了 正常来说应该是等着第三条小龙 然后如果三小龙到手的话 这局比赛基本上就不远了 对 但其实现在两条小龙也是有优势在的 经济上1000块钱就可以忽略不计 位置上来说的话 极格斯对位的经济领先是比较关键的 对 因为对面的拉克斯 其实到后面会慢慢地跟极格斯形成一个差距 就是打伤害能力上的差距 在即使是经济比较平均的角度上来讲都有差距 现在有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方普拉斯现在抱团如果正常去打的话 有点 第一波伤害有点秒不了对面了 你发现没有 浪鬼虽然被抓了两波 但是后续这一波 一下去全打回来了 确实 现在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方普拉斯一条小龙都没有 嗯 这是个核心问题 而且即将面临如果说三小龙给到的话就是纠级难打 你想毕竟前期方普拉斯是拿着优势的 结果一条小龙没拿到 我觉得打到14分钟这个时间节点有点接受不了 第三条小龙还是条火龙 就这这几局的这个火龙都刷在关键时期 23条 抢核心 前击赶过来 14分19秒 这个时候EDG其实刚刚上一波打回来点经济 但领先的并不多 对方普拉斯来讲还是可以打的 上去骚一套 杜朗护盾一拉 牛又被消耗了 你们觉得浪鬼很累 是很累啊 就是每一波只有他有机会去打一个 不是特别稳健的先手 那你没办法呀 这EDG这把选择的阵容你总不能让 杰斯炸带人之后英雄先去打先手 我前面甚至已经想到了 就是那种非常极限的情况 杰克斯直接出个兵杖 打减速 打减速 软打软控制 对软控制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控制能力太匮复了 你要这样还不如让格温进场呢 对吧格温进场还能交个立场稍微躲一躲技能 然后用大招减速是吧 对 可以 万一呢 万一呢 主要格温进场还能带家聊一起来 加聊在一屁股坐起三个 亚索一接大 那不是完美 你想团战这就来了吗 对呀 上一波不就这样吗 对吧 你仔细一下 上一波 加聊甚至 念到草里又嘲讽了一波 又嘲讽了一波 直接来了一个再来一次 是啊 就这个阵容目前EDG拿到之后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希望的 对吧 看到这个画面的 不然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个阵容选取的选出来我觉得还挺非主流的 现在都在疯狂的去补发月在等着暴风雨来之前补发月 保着吃线 压缩两件半代金身两边几个关键的金身都做出来了 中路线的这个线对于方普拉斯来讲很难受啊 推也推不出去 对面这个炸的人一直守着 然后你看EDG总是选择一个中路抱团 然后直接去进到这个小龙的战区 又是熟悉的位置 又是熟悉的位置 但这一把这一波是EDG先占了小龙坑 之前两波都是方普拉斯先占 但星斗还是先把小龙拉出来啊 而且你看剑击第一时间还没来 哎小张 哇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小张得交大了 哎呦又被吸一下 这波得走了 这再被吸下去小张又被直接被吸血吸死了 这波相当于这边扫人了呀 哎 杰斯交尽深了 骑上被怼一下 星斗7 过来想找浪鬼 大招直接爆 浪鬼瞬间开了一个石像鬼 但是自己原地还是被位的第二个冲拳配个队友给秒了 这波的问题其实是出在侧翼 小张 第一时间不在 对对吧 直接被Sky 被Sky 两个红弩吸给人给吸麻了 然后正面就形成了一个人多打人少 对 而且如果想用加疗打反手的话 有一个前提是 加疗第一时间不能在团里 要不然他会打断 对 所以刚才就出现了这种局面 但你这么想 右边这个阵容 加疗第一时间不在团里 那谁来吃第一波伤害 没人啊 对啊 小张刚才不是吃了第一波伤害 哈哈哈 那不就尴尬了吗 对吧 确实 就这一把家疗想打反手 他第一时间又不能不在团 但说实话 这条小龙放出去了之后 就感觉很难赢了 已经对 对于EDG来讲 发布拉斯 突然之间这个反击的声音就大起来了 了 揭鼓龙 是 也不完全说这个方畠斯 哦 给吧 我觉得是现在 看 就看这波团怎么样 后续两波团打得好的话 EDG还是很 是怎么说呢 很有机会的 这自己很有可能是一波了 对 原古龙 旁边 全部就位 全部就位 全员到齐 剑击没来 怎么有人没来 剑击在中 再被格温追 剑击直接怒了 但是小张好像大破呀 挂大招 小张这被对方打了个回血阵出来 有点痛 三段大 伤害一般 圆滚龙先拉出来 中路两个人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但龙坑里面也都不敢打 这个龙 感觉不打了呀 这样拉 有机会 说好的不分胜负呢 怎么有一个人被打死了 小张直接找 就把对面剑击单杀了 回头给了一个大 而且小张还没被拉给自己给他打死 但是他还已经被推到 正面只要牵制就可以 三闪过来 顶到了超 给小张带线的机会 还在牵制 青斗七要直接冲拳回家守家了 但是你守家 圆滚龙就不能守 所以现在只能二者选其一 不守了 不守了 这圆滚龙要拼到底了 但是EDG好像不想跟你拼到底 他只想把你拼过来 圆滚龙还被拉脱了 往方不拉死好难受 而且还没走掉 Sky刚刚小组也没走掉 这再不走 小张来了呀 6000 小张来了 圆滚龙好像就可以打到底了 对面少一个 回头给了一个杜朗户的结析 已经从后面绕过来了 小张小张 丢极绕后 直接被位抱了起来 但是无所谓 小张直接原地开大 大阵滚龙 捡死了 那正面这个圆滚龙 还有一个Sky Sky 这一个人过去看 对面三四个大汗顶在面前 你这根本过不去啊 哇 这波小张MVP啊 哇 小张找机会把对面中路突破了 太关键了 中门大开 解决剑机 推两个塔 再回来绕后杀掉打野 还得是你张哥 人很话不多 我看刚才张哥操作的时候 真的是嘴巴都不带动的 嗯 对吧 然后打打完清白标 跟大家说了一句 我来了 剑机死了 剑机死了 我来了 剑机死了 我带一波来 剑机死了 中塔推了 我来了 嗯 这个蓝色方的小怪啊 这个小眼睛 嗯 那帮你看看这个来回的探探视野啊 这还挺好玩的 反正这个 我觉得多了多了这个之后 其实你就 怎么说呢 你的野区里会有一点主动权吧 不再像之前那样 对 现在纳什男爵也已经到手了 黄龙了呀 确实你打到这一波为止 就已经没有办法去看这个大龙了 主要是刚才 剑机回程打出来了 嗯 然后被反手被格温打死 这是真没想到 主要是被格温拉扯了一波 这双龙会怎么顶啊 顶不了一点啊 感觉 顶不了一点 中路的高地都已经没了 这感觉一滴击想一波 一滴击想 趁这个双龙waf在的时候 真的很想一波 但旁边被开了 这边又是开的 拉克斯已经倒了 是的 而且也被解决掉 也被解决 小油 从这一攻过来了之后 直接吹风狂 狂风 绝席战 再收一个 那后排只剩一个超 在被追 我们 二二二三英雄雷雷雷 首次比赛的第一个 两分队伍出现了 他就是 EDG 恭喜 恭喜EDG 在今天到处第二场的BO1 给我们拿出了一个传新的阵容 对不对 这个亚索加上加里奥 这样的一个组合 没有任何开团的阵容 炸弹人 没有什么开团 机会也蛮大的 然后下一场的话就 我觉得京东吧 JDG吧 对我觉得京东 这总体感觉 这个怎么说呢 毕竟 目前纸面实力看起来 更加成熟一些 对吧 对 更加成熟一些 他对呜呼给命来讲 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而且那场赢得很快 对 那场赢得很快 看一下这一把的赛猴数据啊 这局其实从 数据层面上来讲 除了炸弹人 有一个不俗的伤害之外 其他人伤害就是大差不差 其他伤害都很俗是吧 21分钟 其实打的蛮久的 但是两边 中间真正交手的团战 并不是特别多 拉扯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对 最关键的一个点 其实是 这首小张的格温 对 就是 然后前期最关键的点是 浪鬼 这边选择的嘉莲 但浪鬼这把 其实被抓的次数也不少 对啊 仔细一下 就他有自己失误的地方 但是高光的地方 咱们也必须要说太高光了 对对对 嗯 以至于我刚刚甚至 萌生了一种 他有没有可能去竞争一下 MVP的念头 那那 游然难的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 好像确实也没有 这个你关 最关键的击杀 肯定还是来自于小张的这一波 那毕竟是他减出的突破口 其实如果 不是他中午减出那一波突破口的话 下 就是 暴赢的 龙坑那一波 队友是不可能开的 对的 采力神奇的拉扯的 对吧 也是有 高达36.4的参谈率呢 嗯 这是小张的个人风格 对 因为一个人玩游戏嘛 属于是 一个人做事的那种都比较厉害 对吧 嗯 确实是这样 对吧 就是你可以围绕着他打吧 嗯 但小张这种就是 你也不需要围绕他打 你们就正常打 然后等我打完了之后 过来帮你们就玩了 是 对吧 回看一下这一把的高光回放啊 我说现在还 沉浸在这个阵容都能赢 这个阵容怎么就不能赢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 我找不到他的 我只能跟你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本